圣经导读 医治篇 科技时代 忙碌已成了人们生活的形态 然而 忙碌加上压力和紧张就容易失眠 造成失眠的因素可能有工作时间 工作种类 心理 感情的压力各方面 失眠就是不容易自然地进入睡眠状态 以致入睡困难无法熟睡等等 造成失眠除了以上的因素之外 山西成瘾也影响以及改变我们的作息 因此 建议要先重新调整心情以及步调 同时要保持适度的运动 当然 要加上祷告 求圣灵帮助我们躺卧睡觉 睡得香甜 这个时候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父上帝 我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 要学习放下肩上的重担及压力 特别是日常工作所面对的情绪压力 求阿爸父教导我 放下心头上的负担 因为你是使我有盼望的神 也是赤猪般喜乐给我的主 我要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和喜乐 愿你浇灌平安的高游 使我灵里得平静和安稳 耶和华罗以 我的牧者 愿我躺下睡觉时 你来保守我 使我躺下也不惧怕 使我躺卧也睡得香甜 是的 阿爸父 如诗人所说的 我们清晨早起 或夜晚安歇 吃劳碌得来的饭 没有倚靠你 没有仰望阿爸父 也是枉然的 唯有父上帝你所亲爱的 必叫他安然睡觉 主啊 求你赦免我的小心 以及治我 我要转眼学习讨你的欢喜 好叫我里面有平安 好让我能全然的降服于你 不再依靠自己的属世聪明 以及能力 愿我如你青草地上的羊 紧紧跟随并安歇躺卧 圣灵啊 无论我的工作环境 有多大的挑战和压力 我知道你是我的神 你在我里面是我的大能大力 我要专心仰赖你 不依靠自己的聪明 无论我的经济如何窘困 我的生活如何的动荡 我依旧要交托 并求你成全 愿我安歇在圣灵的同在中 愿你的灵来安抚我 使我每天可以平静安稳地入睡 阿爸父 让我成为你所喜爱的 好叫我安然睡觉 孩子祷告乃奉靠主耶稣基督 得胜的名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